为了改变这个不好的习惯,我就给老公做花生米,我知道花生是最好的下酒菜,不但对胃好,还能很快消除酒对胃的刺激,是个很好的下酒菜。 于是,我开始做,果不其然,老公很喜欢花生做的下酒菜,没有放油,吃起来更健康。 香辣花生米是全家的最爱呢?下酒,当零食都很不错,不爱辣的少放点辣椒粉,或者做不辣的,味道同样赞哦。 花生米作为下酒菜和零食都是不错的选择,相比其他坚果,花生的价格较为低廉,供应丰富。 无论蛋白质,矿物质,还是维生素含量都很不错,可谓性价比最高的坚果。 今天用微波炉做的酥香花生米,没有放油,吃起来更加健康了。 对于消化不良者,花生米含有大量脂肪不易消化,消化不好者少食用。 今天小编教一焦香辣花生米的做法,你们也可以学学,做给家里吃。 主要原料,花生一公斤,干辣椒20克,八角两个,桂皮一片,香叶三片,盐三克,辣椒粉10克做法步骤。 1. 所有的食材准备好,花生米及调料适量放置好。 2. 必须把花生米洗前进,去掉上面的干皮。 3. 用清水泡半个小时,让更多的干皮脱离。 4. 小心去掉花生干皮后,再次用清水洗前进。 5. 把洗干净花生米放入锅里,倒入半锅水,把香叶,桂皮,八角这些掉料放进去。 6. 大火煮开后煮两分钟,然后熄火,将花生捞出来控干水,在上面撒上辣椒粉、干辣椒盐等掉味料,并和香料一起放入容器里。 7. 冷冻过夜。 7. 第二天,把冷冻好的花生米直接放入烤盘,铺展开来。 8. 然后放入烤箱,温度调至180度,大约烤20分钟时间,至花生米酥脆即可。 8. 温馨提示,1. 把花生米泡半个小时,可以让表面的灰尘脱落,也能让干皮容易脱落。 2. 剥皮时手镜不要过大,轻轻剥离以免花生米分成两半。 3. 镇 eff灰尘脆